国语有生善书 无极禅画院 虚元堂善书 幽名陈伦济史 主著先佛为地藏王菩萨 幽名教主地藏王菩萨将 圣世 无今夜降著 幽名陈伦济史 第二十章 贪财淫业最可畏 圣世 淫为万恶手 此话非虚其言 地府惩治意最为严厉 有五殿之惩治 就明显地可见之 但世人偏偏不信 只因贪图私欲 宁受严惩而不知回省 时可悲也 同时不明男女阴阳交合的真谛 而沉迷于色欲 最令人不解也 徒儿走了 再访地府 徒儿遵命 须彼伏下菩萨所赐之丹丸 二人同邪不出堂外 成采云腾飞而起 每次有劳恩师赐丹丸 徒儿感激 如不吃丹丸 不知徒儿可否撑得住 毕竟你还是凡人身 当然无法承受 还是吃下好 免得途中有变 会给为师增添麻烦 徒儿懂了 又不知今夜 怎无五殿严君陪同呢 上两回刚好 也是来唐著书 所以同陪 今期任务已完 所以今夜不可能在一起了 原来如此 徒儿不知 采云速度飞快 很迅速地越过阴阳界 鬼门关级一 二 三 四殿领域 直抵五殿宫前 事实见到五殿严罗天子 及叛斯 玉利等在宫门前列队宫营 菩萨师徒二人下采云 今夜请姚叛斯陪你 续游五殿其他小玉好了 为师到五殿严均正殿稍作休息 徒儿遵命 从此各分两路 菩萨进入宫殿 续比随同姚叛斯前行 今晚有劳姚叛斯 真不好意思 哪里的话 同父圣命 怎可说麻烦呢 一定得共同完成 说起来也是我的荣幸 说说坚已过 同仁小地狱 向撑沟小地狱前去 上回与苏叛斯 游同仁小地狱那些同男 童女 唯妙唯宵 和真人没有两样 好似世间之辣相馆 真是美妙极了 但是一想到是承治银犯 回想起来就有点心寒 上回忘了请教苏叛斯 在同仁小地狱受承治之犯魂 其后果如何 现在只有请教于您了 这我知道 犯淫之罪最重 尤其乱伦者 他们除了应受 由一殿到酒殿的成罪外 亦得转生为驴 为始 为唇 为雀 万劫不能超生 如指犯淫者 子孙伦为娼妓 以为诚治 如乱伦者 还得绝其后四 就是如此 听起来还真令人害怕 你说害怕 是人却偏偏不信 等到恶劫来临 真的悔之完以 谈谈间来到了撑沟小地狱之前 欲立前来迎接入内 二人一进入撑沟小地狱 只见刑场都是粗木桩 有一横杆 杆的尽头都有绳索及铁钩 上下可自由活动 即可拉高与放下 上下自如 只见鬼族将罪犯已勾撑 勾住肋骨 往上一拉 再往下坠 让罪犯哀嚷不已 痛苦难堪 真是凄惨 这些罪犯不知所犯何罪 你看到的场面虽是凄惨 但是你没看到 他们在世间时 杀人害命时的惨状 他们曾几何时会同情 他人受害时之痛苦呢 如今在此受罪 还敢哀叫 只见那些罪犯都哑口无声 那这里都是惩治那些 在世时杀害人之罪犯 不错 以各种方式 残害人命者均属之 不值同情 此小地狱已明白 再往下看去 二人不出后 不数步又转到了 铁床小地狱 玉官早已在玉前攻后 引进二人入内 怎么刑场没有刑具 这是怎么回事 在那头深坑内 不在上面刑场 所以空空荡荡 二人续往前探视 只见一深坑中 黑暗如漆 不见天日 此刻玉丽拍了一下手 突然光明见底 见黑坑中摆满了铁床 床上置满了铁吉梨 吉铁菱角 尖锐无比 罪犯躺在铁床上 上面在以铁板下压 不一会功夫 鲜血流满床下 点点滴滴 惨不忍睹 不一会的功夫 又带来了一批新犯 只见玉丽仙杖五百大板 皮肉模糊 接着再一一按在铁床上惩治 真是令人同情 一批批的受诚 看他们痛苦的样子 实在不忍心 不知他们犯的是什么罪 而且男女都有 他们哦 你看好像是惩罚的过程严酷 其实是要让他们 重瘟床上的美梦 他们都是犯淫 乱伦 织辈 好让他们在床上痛快 回忆以前在世间 奸淫他人妇女时痛快的情景 这怎会痛快呢 难过得要命 地府之城志 也亏想得这么周密 以至不孝之徒 不错 谁叫他们只贪短暂的欢愉 不顾良心及伦理道德 而胡作非为 不值同情 再往下看去吧 二人出铁床小地狱 又往同之小地狱前去 此二狱相去不远 不一会儿抵达狱前 玉力亦引二人入内 好大的火啊 怎么好像大工厂一样 烟囱满布 黑烟遮日 又见刑场那么多大火炉 做何用呢 你详细看看 大火炉内烧的都是滚滚沸腾的铜汁 所以火焰猛烈 你看看就知道 只见鬼族将罪犯捆绑在木柱上 动弹不得 然后用铁钳将嘴敲开 另一鬼族以铁瓢咬出热滚滚之铜汁 往罪犯嘴内灌入 只见罪犯腹部生烟 五脏剧烈 灯食气绝 鬼族在以灭善山之还魂 在咬罐铜汁 各个泪流满面 跪地求饶 鬼族不理 照样施行 真是酷刑 令人见之实在不忍 你如果知道他们在生时的缘由 你就不会同情他们 还会认为惩罚的不够呢 愿闻其详 他们所犯的罪 形形色色太多了 最可恨的是利用职权之便 搜刮民之民膏 自肥自己 也就是各种层面的政府官员都是 只要稍有机会 就不放过 贪毒 压榨 无所不用其极 还有地方恶霸 欺压百姓 只利自己 不顾别人死活 这些都是可恶之辈 所以说自古为官道现今 各层面之人都有 不值同情 当然细说无法禁言 是真的可恶 别人死活不顾 只贪图自己 真是不知廉耻 是啊 所以这些人都得受各殿的惩治 像这里的 以前就在三殿铲皮小地狱 西斜小地狱 瓜之小地狱 受刑过 又四殿端夫小地狱 金眼尖小地狱 等异兽过刑 层层受至其罪呢 像这种只顾自己 不想想别人 良心何在 是不值得同情 这同之小地狱 看起来是甚为可怕 但不如此 就无天理可言了 今晚我看就到此好了 时刻也不早了 免得菩萨酒后 反正下回慢慢再看好了 二人回五殿阎罗天子正宫 会见阎王及菩萨 叩见恩师 今夜圣物已完成 那好 唯师带你回去吧 师徒成采云回堂 爱是否 那好 对 你 照顾 象 免得菩萨 成功 有 各位晒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重 以气天心 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正在募款兴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